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英 美 苏等组成的同盟国 二战过后 日本 德国 意大利失败了 为了惩罚这个国家 同盟国出兵占领了 然而却没有占领意大利 这是为什么呢 莫索里尼二战期间 宣布加入日本 德国着心国的 是意大利国家法西斯条长会莫索里尼 此前 莫索里尼曾经当过新闻记者 社会党党员 1921年 莫索里尼将这个组织改称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 成为该党领袖 1922年10月 莫索里尼指挥该党军事组织黑山军进军罗马 发动暴乱并夺取政权 任内阁总理 之后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 对内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和群众团体 对外煽动民族沙文主义 推行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 1935年10月 莫索里尼太兵入侵埃塞俄比亚 之后宣布将埃塞俄比亚并入意大利 1940年5月 莫索里尼任战时统帅部最高统帅 此时 二战的号角已经吹响 莫索里尼看到德国希特勒旅战旅胜 决定加入其中 能捞很多油水 这样 在1940年6月10日 莫索里尼对英法宣战 不久又对苏联宣战 地图从上面的地图 我们能看到意大利和德国距离是很近的 意大利首都市罗马 这座罗马城 就是古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 当年的罗马可以征服世界 战斗力非常强 然而 到了莫索里尼的时代 意大利的战斗力就太弱了 莫索里尼向英法宣战后 派出30个意大利师趁火打劫 向法裔边界接掌的法国南部进攻 结果 让8个法国师阻挡在边界上停滞不前 直到德军占领法国北部 才摆脱了尴尬境地 随后 意大利负责侵袭巴尔干半岛上的希腊 没想到 意大利让希腊军对缅的到处跑 无奈的莫索里尼只能请希特勒出兵帮忙摆平 德国没办法只好分兵去帮助意大利 之后 意大利派出30万大军去侵扰非洲 没想到 北英军3万人也缅的到处跑 最后 还是在希特勒的帮助下 才基本扭转了义军连败的记录 应该说 莫索里尼是想打胜仗的 但是打一仗败一仗 表面上看 莫索里尼是要帮助德国希特勒打仗的 但是缝打必败 反而需要希特勒帮忙 结果帮了同盟国 希特勒意大利国民一看这仗缝打就败 对莫索里尼的民怨很大 1943年7月25日夜晚 意大利国王埃曼努尔三世召见莫索里尼 令他辞职 同时 任命巴多格里奥陆军元帅为总理 组成了一个无党派政府 莫索里尼被秘密关押到彭查岛 成功扳倒莫索里尼后 意大利掉转了枪口 1943年10月 意大利决定退出仇心国 对德国宣战 意大利给了同盟军提供大量的物资 还给他们用了自己的机场跟海军基地 更主要的是 意大利反水后 德国受到了两线作战之苦 加速了灭亡 二战结束后 关于如何处理意大利 很多国家认为 意大利虽然加入了德国 但是因为总打败仗 签制了德国希特勒的兵力 反而帮了同盟国 更主要的是 意大利迷途直反 反过手来攻打德国 对二战的尽快结束也有帮助 所以 就没有派兵占领意大利 不过 对于意大利的处罚还是有的 武装力量不得超过三十万人 放弃非洲殖民地 赔款三点六亿美元 参考资料 二次大战三元凶 意大利共和国实话 从法西斯考台到现在 作者 每日汉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